把零角前面的零角剝開 剝一個洞 剝開 剝開之後來 雙腳著地 就踩立跪姿 全年生鮮怎麼來 型男打工團和你一起玩 請問今晚住誰家 特別企劃之二廚帶你去旅行 每個食材的背後 都是一趟最新鮮的旅行 帶你解鎖生鮮產地 跟著食材去旅行 這個目的地快到了 我看到這裡面有很多 哇 好大喔 這個是福壽樓喔 我們綠色寶玉的零角 就是跟野生動物共存 對 野生動物來幫我們工作 我就幫你們介紹零角 好的 這個叫做四角零 顧名思義就是有四隻腳 現在這個區域全部都是四角零 對對對 零角是跟稻子是輪坐的 是 我們得一些水系的鳥類 它沒得地方去 因為水系的鳥類 它喜歡在這個服品的服 休息 主草 祕食 它就是比我們一般的零角還要早種 提早五個月種植 所以說我們可以提前幫水枝鳥 布置一個家 讓牠們在我們的田區裡面 祕食 我們要交給客人都是最好的零角 我們要採成熟的 所以說不可以亂採 我的一碰就下來了 那就表示你是成熟 我的 是成熟的 我的沒有很成熟 沒有成熟 這也還可以啦 我的也OK 你是不是都是硬硬用 沒有沒有 不行 林大哥那我問你 好 你這如果是整片田 就只種零角嗎 對 只種植 沒有人做別的 因為牠生長期太長了 牠只剩下四個月的空窗期 到此要有五個月的時間 不夠用 不夠用 所以說我們在採索完之後 就把它保留成水域的狀態 讓我們的水枝鳥 還有一些水系的鳥類 來這邊做利用 那個是什麼東西 有點像乳蛋耶 鐵蛋喔 鐵蛋嗎 很像耶 牠就是水枝蛋 牠就這樣自然而然架在上面 對 牠在煮草很簡單 我沒有人講完牠是菱角 那是菱角長這個樣子 但重點是 還是看得出來 牠有堆一些像草 這個都是比如水枝鳥 用去嘴巴 然後夾這些旁邊的枝葉 枝葉 然後煮草 水枝鳥牠會移草喔 你看喔 牠就草在這邊 當牠認為這邊不安全的時候 牠會把蛋移過去 大概十公尺的地方 繼續孵蛋 像你們剝成這樣子 有些我們就會剔除 剝得太難看 對 因為這個要賣到消費者手上 我們盡量力求完美 你看 這個就是我們阿姨剝出來的 你看 剝得很乾淨又很圓潤 這種沒有機器在剝法的感覺 對啊 菱腳就是從頭到尾都是人力 因為菱腳在我們台灣 算是很小中的一種 農產品 剛剛我們去採菱腳對不對 然後回來我們馬上剝菱腳 對 剝好的菱腳 我們馬上要趕快真空包裝起來 真空包裝 這個就是 它這等於早上採 它下午就已經進包裝了 那這個可以放多久的時間 如果這樣真空完之後 大概十天 因為我們是生鮮的 我們沒有冷凍喔 對 我們就是馬上採 馬上補殼 馬上包裝 然後它的期效大概十天 對 但是我們還有可以放更久的選擇 就是說你從我們的門市買回家之後 你一時之間你沒有馬上吃 你可以把它放冷凍 可以放冷凍 放冷凍就可以放一年 一年那多久 對 哪裡買得到 就是全年有特定管理 三百家門市可以買得到 我們這 綠色保育標章 對 就是有經過 林務局認證 就是我們政府認證的 你們注意看 有沒有看到四種鷹印 青蛙 鳥類 對 還有人類 對 跟犬喔 那叫瘦 我們並不是以生產為第一優先 對 我們是要跟野生共物和平共處 就是跟他們共同 共同在這塊土地上一起成長 對 我們都是 我們也是靠他們來幫助我們工作 對 對 一個有效生態的循環 我們現在要吃四角林 四角林就是湯品裡面的林醬 好的 它比它比較甜很多 對 它甜很多 很像那個韓芹的 有一點像地瓜的味道 對 地瓜的那種綿密感 這炸的是什麼 這個就是小卷 是小卷 有一點魚漿的感覺 裡面有脆脆的東西 對啊 就是有海鮮的味道 海鮮的味道 鮮甜 配到我們的菱角泥 把它融在那個 對 這是菱角泥 跟它融在一起 這也是你們自己發明的 對 它裡面那個小巧思 就是菱角 它還會有一顆一顆的 整塊的那種 太脆了 所以會是有脆感 它放在那個海鮮裡面 就不會有空洞感 就會有紮實感 行男打工團 跟全聯二廚 帶你看見新鮮 吃盡新鮮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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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